大學考招新制將在明年上路 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 目前規劃大學學測延長為三天 而指定考試改為分科測驗 從三天減為兩天 並且延後到七月下旬來舉行 附上三日四夜專題 已報告二十二分鐘 教育部長潘文忠到立院教育文化委員會 說明108課綱實施與大學考招調整 由於一百一十一學年大學考招日程的規劃 就要現行往後挪移一個月 個人申請高三課程結束後才作業 國民黨立委林一華質疑 學生兩頭燒大學正期末考 是否真的可行 不太能夠說先把分科測驗就放著不管 可是我覺得 所以我會覺得學生的壓力來說 會非常大 原來那個時程他都還是要準備的 如果他有打算要一一的考試都試試看 他其實狀態都一樣 考招日程經數次會議討論 教育部規劃一百一十一學年的學測 兩天改三天 一月二十一考到一月二十三 申請入學延到五到六月分科測驗從三天減為兩天七月二十四二十五舉行 分發入學最遲八月二十五前公告分發結果 預計這學期定案公布 此外由於明年開始各生二階得看學習歷程檔案 民眾黨立委高宏安質疑其中多元表現若學校開課不足 恐影響學生的上傳成果 拍文中一再強調大學要看內容不是數量 學生和家長不用過度擔憂 立委仍然要求教育部儘快盤點各校開設選修情況 並提供資源 降低因城鄉或資源差距所造成的學習落差 記者林曉惠省志明台北報導